08年開始,難度就更高了 例如問春光花月夜描述的世界 是清朗亮麗,還是壯闊貴旗 另一篇就是問作者 是與月亮對話、傾訴、交流,還是發出疑問 照顧看都知道很難選 其實如果你傾訴或者對話就一定有交流 所以其實這三個意思基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見到意思很接近的,我們可以排除它 結果當年的答案的確是第三 向月亮發出疑問 因為疑問和交流是不同的 導致了一個很大的笑話 就是其實你不需要看一篇文 只要掌握到考評局出題的方法 都可以回答題目